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来找我告诉你 这一次在东亚经贸论坛 我认为最大的收获在于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活动 办成背后的一些细节 这个细节我跟你分享的原因 是希望可以激励每一个人 很多时候我们在有一个计划 想要去实践的时候 过程之中你会发生非常多 意想不到的挫折跟困难 我举个例子好了 这一次在韩国 由他们的国家均衡发展委员会 起个头想要办这个活动之后 我的朋友就开始透过我 希望可以找一些台湾这边 有利的讲者 包括政治界的商业界的 我当然就开始用我 所有过去认识的人脉 开始动员开始去找 但是在找的过程里头 因为这个活动是第一届举办 而台湾跟韩国又没有正式的外交 所以很多我找的对象 会因为过去没听过这个活动 而起了疑心 台湾诈骗集团太多 他们很怕被骗来 对不对 特别是韩国跟台湾的文化不太一样 通常这样的活动会由韩国的政府 直接发函到台湾的相关机构 你是这样理解对吧 但问题是台湾跟韩国又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又怕太大的动作会引起中共的不开心 所以透过民间是最好的方法 于是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私人的机构 就可以发挥最好的作用 只可惜因为是私人机构 非常多台湾的官方的体系 或者是比较大型的金控私人企业 也不太敢来 但是我和我的朋友 从来没有把放弃当作是一个选项 于是在大量的沟通 特别是当我们已经确定 某一个很重要的人士会来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个重要人士的名字提出来 让另外一位也很重要的人士觉得 瞬间我也是跟他一样是一个咖啦 再加上韩国政府其实还蛮慷慨的提供了住宿机票 像这样子的一个package 对于很多在台湾 希望可以跟韩国 不管是做经济方面的交流 政治上面交流的人来说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慢慢的我们这样一步一步 最后哇这个成果非常的丰硕 来自台湾的代表 除了我之外 连胜文台北市的副市长蔡炳坤 副市长 市长柯文哲本来要来 但是因为在台湾事情太多 实在没有办法 再来花莲县的处长 两位处长包括农业处还有观光处 都来到了现场 还有很多来自台湾商业界的人士 包括过去在台大服务过20多年的 同时也是政府非常重要的经济顾问 林建甫林教授 也都来到了现场 都发表了一些 大家对于东亚经贸 可以如何均衡发展的一些见解 而对我来说呢 除了筹划这个活动之外 能够站在这个台上 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也是对我个人的品牌 有非常大的注意 所以各位朋友 我要讲的是 当你有一个想法 想要去做的时候 相信我 事情绝对不会如你原本所预期的 那么顺利的进行 一定会有非常多的挫折跟困难 但是当挫折跟困难发生的时候 不要轻易地被它打败 而是想着 怎么样可以绕过这个困难 或者利用这个困难 并且在有一点小小的成就跟进展的时候 拿这个成就与进展 当作是去吸引另外一个更大的资源 加入的一个契机 那么这样子 持续的就会有更多的好事发生之后 就可以成就你心目中 那个最棒的活动 或者是事迹 希望我这一次的成功 能够鼓励你下一次的成功 我们第二届的东亚均衡发展经贸论坛 可能在台北 期待你加入